另外一个最新的交通状况 国道3号的南下树林交流道附近 今天凌晨发生了连环车祸 一共有7辆车撞成一团 其中一辆车当场起火 占据内线车道 也一度造成了全线封闭 那么这个画面上 7辆的肇事轿车车头车尾几乎是全毁 其中起火的轿车车身也被烧得面目全非 而根据现场的民众表示 当时疑似是有路过的车辆 看见了这辆车起火就减速停下 不过却被后方的货车追撞 才造成了7车连环状的意外